哈喽大家好,我是真小妹 今天我就来个劲爆一点 我跟贾拉夫为什么分手 我跟她分手快一年 没有快一年,超过一年了 一年多前我已经在我微博有稍微说过 可是那时候因为刚分手很生气 当然是吵架才分手 反正我就对她很失望,很生气 所有东西都过不去的时候 所以我最后就选择跟她说分手 那时候我的情绪是不太好的 所以就所说的话比较冲 现在经过一年之后我也交了新的男朋友 他也有新的对象之后 我就可以比较冷静下来讲这件事 有很多观众都希望我交代一下 细节方面我就不想再说了 因为感觉有点像数落别人 我就不说什么缺不缺点了 当然我也有很多缺点 我也不希望她在镜头面前一一数我的缺点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要互相差 所以我希望这条视频过后 大家不要追着她去骂或者是追着我去骂 两个人之间的感情问题 是我们两个才可以解决的 既然我们解决不了选择分开之后 我也希望大家能接受这个事实 不要再妄想我们会重返一起 对 也不要每天在我视频底下就是讨论这个人 因为其实有点困扰 视频的最后我会跟大家说 为什么这么困扰这么尴尬 其实简单来说 导致我们分手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那时候 11、2月我刚好生日 然后她也刚好像以往一样不送礼物 所以我就炸了 就这么简单 就是因为她不送生日礼物 也没有生日蛋糕 所以我就炸了 然后我就分手了 耶耶耶耶 喜欢这条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分享 就是大家也知道她是一个大直男 她从来不会想说要哄女朋友开心 是要送礼物的 她也没什么钱 对不对 所以她就觉得说生活细节上面 已经照顾着你很好了 平时都是帮我打字幕 帮我做了很多事情 她觉得是没有必要再弄一个什么生日蛋糕 生日礼物什么的 可能北方人思想也是比较觉得说 没必要那么隆重的搞一个生日庆祝吧 可是就女孩子来说就觉得 这男人一点都不浪漫之余 我觉得她不重视我 所以呢那时候我就真的是很来气 不停的跟她讲这件事 为什么三年里面我没有生日蛋糕 没有生日礼物我受不了 我觉得这个难的 如果我跟她结婚后面几十年 我的生日都要自己一个过吗 没有说好不好 只有说自己能不能接受 所以最后呢 就是因为这一点触发了一些原因 就是在她的角度来说呢 送礼物什么她不会挑 没时间挑 或者是很麻烦 然后她就会想着想着 她想做 然后最后也是不知道怎么买怎么送 怕送贵的 她负担不起 怕送便宜的 我又不喜欢这样 所以最后就直接不送 我是相信就算再值的男生 她也会为她自己喜欢的女生做出一些付出的 当然我不是说她平时都有不好 她平时对我很好 然后我说了分手之后呢 她也没有说要挽回我啊 挽留我 或者是追回我什么的 都没有 所以最后我们就闹得很僵的分手了 那时候我回了香港一趟 我是到现在为止 我就觉得说 我不会再回香港了 不想回香港 我一回香港 我的脾气啊 情绪就很差 香港这气氛对我来说 本来就已经很负面了 就是遇上一些小事呢 就会很容易触发那个点 那个时候就是身边朋友又说一说 我妈又说一说 练一练 然后我就决定跟她分手了 我们在一起了三年吧 整整她都一直在念书 后来她也跟我搬到了深圳 感觉很多方向都是她迁就着我 然后我改变了她人生本来的轨迹 大家再这么下去的话会很影响 互相的那条路很难走 然后那个时候也想说过 怎么办呢 到了一个尴尬的位置 我们也同居了三年 没什么大风大浪 也没吵过架 我说真的 我刚现在那条仔吵架 我都没跟我之前条仔吵过架 之前条仔跟我骂他 他不骂我 这条仔 人人跟我骂架 好 冷静翻地心 然后 就是老夫老妻的感觉 可是呢 又觉得说我们没有结婚 我为什么要过得这么平淡无趣 你懂吗 你懂那种感觉吗 我不是说平淡不好 可是我会觉得 我还没嫁给你之前 你已经这样对我了 我觉得我想要更多恋爱的感觉 我已经找不到了 那时候我就有想过 如果他真的是跟我已经结婚了 或者是他跟我求婚 我可能会答应 因为已经换了一个环境 可是之前我跟他说过很多 关于结婚成家的话题 他都是一句跟我说 我就说 等我事业有成 这就已经证明了所有了吧 在他的角度很尴尬 在我的角度也很尴尬 我就算了一条数学题 我跟他在一起了三年 我跟他22岁走到了25岁 然后我等他归陪完 我要再等他三年 我就28了他30多了嘛那时候 因为医生是很麻烦 他中医院什么的要考证要考牌 然后要归陪什么的要等很久 等他正式的成为一个医生之后呢 我那时候已经28 29了 在一起6年 那时候结婚 好像不是我想到的东西了 是不是就可以成家 又感觉差那么一点 我觉得在一个工作岗位上 待个5年左右才是真正的稳定 然后我又算 又5年之后我几岁了 我33了 那个时候还结婚吗 我觉得好像又太晚了 所以我那个时候很忐忑 我都不知道自己想干嘛 我又算那个数学 我觉得我跟了他三年 他什么都不是 什么都没有给我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这个男人 我已经不想要在一起了 当然在这个时候 如果一个女朋友跟你说这些话 你哄他 你给他承诺 或者是你直接求婚 这个女朋友一定还在 可是呢 他没有做这些举动 所以我们就分开了 就是这样 完美撒花结束 最后跟大家提醒一下 不要在我的频道里 再提机会的人了 也千万不要拿我现在的男朋友 跟我前男友做比较 因为这样真的很尴尬 你知道很尴尬的点是在哪里吗 人家已经结婚了 他已经 我觉得这件事没有对不起他 我觉得是应该跟大家说的 他已经不是有新的对象 他是已经要结婚的人了 所以呢 我觉得 你们再这样跟我 把他连在一起 我替他老婆尴尬好吗 然后他也不会再留在中国 他会去英国 保留 反正就这样 人生轨迹岔开 就是我们如果还在一起 我也不可能跟他跑去英国 跑去跑伤了 他 我跟他跑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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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妈真不甘心 什么回事 竟然我前男友是这样的人 他竟然可以去半年拥抱第二个女人 虽然我也是 我觉得结婚还是需要一段前期的时间 其实也是放屁 如果这个人跟我求婚的话 有花有车有房子有钻石 我应该也会叫 就这样 爱你哦 今天视频到这里了 喜欢点赞关注分享哦 我要把贾大夫的名字屏蔽 以后在我频道 不会再出现这三个字 或者你们可以叫他拍一下英国Vlog 就这样